字幕由作曲 李宗盛 影片中文字幕由CIOC自動車 開車 撲開 攏手夢天堂 Ultra dash Z3 你敲過來了 不怪啦 這麼早 衝三小 都培養過年情緒了 為什麼約這麼早 我也不知道 他們只有遲對眼控 真的假的 生意那麼好 對啊 而且就是超跑的 你怎麼知道 看他們店的照片 本專都是法拉利寶石街的 所以我們這邊這個車區 就小朋友而已 對 對他們來講 就等於是這個保養Match的概念 我很期待耶 馬沙拉第一次保養花多少錢 第一次的保養 我們應該要下一個賭盤啦 開馬沙拉第一年可以噴 要噴多少錢 好啦反正這個 推車也介紹過了嘛對不對 再來大家關心的 你買得起馬沙拉油 但是你養不養得起馬沙拉油 好不好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重點 很多車 你在網路上看它價錢的時候 有沒有像阿呆 有今天輪到阿呆來做的主 今天介紹這台 什麼賓士S255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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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臉來幫我吸 你一定要剪乾淨 不然會髒吸吸 我幫你寫好啦 你把這首歌寫完要不要 需不需要我 我可以幫你喔 這方面我還是有點色略 大概就像剛剛那個部分有沒有 你都寫歪歌 什麼歪歌 饒舌叫什麼 黃賭賭嘛 不是嗎 弄進去就對了 黑幫黃賭賭 這樣才有態度 喔 就像SL55嘛 對不對 阿呆你也覺得你買得起啊 我今天的造型有點像流浪漢 阿呆你都沒有在幫我看的喔 對不對 像你拍那個你也買得起啊 SL55你買不起嗎 應該可以 對不對 加加減減嘛 可是問題來了 開一年要花多少錢 我覺得這很重要 很多人在上網在看車的時候 覺得哇 賓士我也買得起啊 BMW我也買得起啊 什麼我都買得起啊 問題是養不養得起 而且這個也是我們的 每一次的影片留言下面 出現的頻率很高的一種留言 就是很多人會 有人是仇富心態嘛 阿有的人生活苦悶嘛 阿有的人是 保養導到生活 家庭婚姻生活不美滿的嘛 所以他就不知道在哪裡發洩 他就來留 你現在好像要買了 我跟你講 Q到你幫他脫褲子 阿不要再脫褲子了 這個買得起 不見得養得起 喔這個開一年喔 折價怎樣怎樣怎樣 有沒有 這是不是最多的留言 對啊 所以這個我覺得 非常有參考價值啊 好不好 其實這個車開起來蠻好開的 我在想說他到底 有哪一天會壞什麼東西 我覺得也蠻期待的 欸幹怎麼會有人有這種心態 怎麼會有人有這種心態 YouTuber心態 誰叫觀眾都要看雪流生河 好啦那我們就接下來去那個 佐董幫我們介紹的 班尾汽車 找趙老闆處理一下 好不好待會見 好麻煩耶 那家裡有一個大牛 螺絲爆 哈哈哈哈哈 好麻煩耶 好麻煩耶 那你寫要有一個大牛 螺絲爆 哈哈哈哈哈哈 比賽 draußen買 對啊,佐總那邊買的 它連輪圈的小傷都要檢查 它剛剛看到輪胎小傷 他現在正在劃的一彎 不小心被說頂車弄傷了 還是保養弄髒 太高嗎 太高了 我四個輪車太高喔 都太多 蛤 是喔 對 那剛剛幫你做了車輛確診 對 Masad Evante SQ4 然後是430P的 對 然後白色3000 對 那剛剛有檢查到 你油量的話是剩1 3 對 因為我回來 聽到現在我都還沒有檢查保養過 那我在踩煞車的時候 會有那個尖銳的那個 異音 嘻嘻叫的聲音 好 這個部分可能要在裡面 檢查一下 煞車我們會看是不是 煞車皮還是煞車盤 對 好 這台的前盤是 因為車重的關係 對 這款車的前盤 摩耗量非常的大 對 所以前盤可能是重點 對 感受得出來 對 我可不可以請教一下這顆 這顆引擎 這顆引擎 當初它是跟法拉利一起做的對不對 是嗎 還是說它有跟法拉利的哪一款引擎是一樣的嗎 那是共同研發 然後它比較類似像那個 像加州卡拉托尼的T 本體 因為它是少了兩缸 少了兩缸 然後如果要更接近就是那個 The Fuel 現在最新的那個V-BAR 對 因為我記得它是說是用法拉利的本體下去 然後馬沙拉D下去做修改 對 然後之後運回意大利在 有法拉利組裝這樣 我記得我去查是這樣子 這樣沒錯 這個車引擎有沒有什麼比較常見的 引擎部分的話 之前會有常遇到會開一開熄火的問題 對 這個部分就會跟 藍油 都有棒譜噴油嘴 這類這兩個部分可能會比較常遇到會 那它的熄火是怎麼樣 就是是在收油轉速不夠的狀況熄火 還是說它就是 之前有遇過熄火 比較危險是發生在行徑間 喔是喔 突然間崩 就不見了 可是那個之前原廠有些招回 應該都處理的差不多 喔 現在會遇到的可能是 欸 你等紅燈 突然間崩滅掉 嗯 啊重發又有 這類問題是現在比較常見的 喔 那個問題檢查就是 我們會接診斷的一器 和它的油軌壓力的變化 來判斷是不是棒譜的問題 是高壓棒的 嗯高壓 高壓 我知道就是前面的嘛 前面的 是低壓的 對不是後面前面這顆嘛 其實我之前有遇過一兩次 但沒有熄火 我是在停車場 就是在移車的時候 感覺好像是那種 怠速 沒有提速那種感覺 然後我有時候 欸好像快熄 可是又沒有 抖了兩下 對對對 可是又沒有這樣 感覺好像怠速馬達忽然又提速的感覺 前戲門啊 前戲門我們會拆開 這個開度有沒有異常 有沒有其他 你輕輕如果reset掉 這部分應該可以改善 喔我覺得還好 如果你那個問題熄掉了 才會比較像燃油的 喔沒有熄的話就還好 可能一些調節 或者是可能在車放比較久 有一些 那個副位置要重新 嗯懂 然後那這台車 整體 你還有除了這個問題 還有沒有比較常見的 其實它問題不多 但是都是 義大利車寶就是手毛病 可能多一點點 對啊 因為我很想要試看看說 這個車子回來試一年 我想要去跟大家分享說 如果買得起這個車子 那你一年你 保養費用 或者是你的修理費用 要花多少錢這樣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你可以試看看 對啊 因為是不是像大家講說 好像義大利車就是毛病很多啊 個性不好抓啊之類的 我們之前有遇過 可能 韓代國家回來的 底盤比較容易會嗅死 喔這我知道 因為這個是氣壓懸吊 啊 氣壓的總棒 包括分配法 在後兩邊的附近 那有可能之前 絕地國家的關係 很多管線都 秀穿到起 棒不掛掉 有遇過這一類的 對 但是如果 底盤沒有那種嗅死狀況 棒不壞的機率 也是有 但是沒那麼大 可是我覺得 你看像我們經手很多車子啊 都有這種氣壓避震 包括之前兵力啊或者是 或者是這個S-Class那種氣壓的 或是SL的那種氣壓的 以這台車來講的話 你目前還有 有沒有修過那個氣壓的避震器 避震器目前沒有 它最常發生的就是 氣壓棒 氣壓棒沒有辦法把氣送給前面 你車子就會車頭下沉 對 就是大部分 10台可能 又6-7台會遇到這個狀況 它的避震器漏氣 目前非常少 所以可以不用 你像 賓士都是修本體啊 倒不是總棒啊 賓士都是壞避震器 像兵力一樣 對啊 對啊對啊 都是壞本體這邊啊 不是壞後面的棒譜啊 像每個品牌的特性 不太一樣 對 那我們趙老闆很忙 我們就不要打擾他太多 那就麻煩你們了 謝謝 欸 好像聽起來 它有沒有比較保守一點 我覺得車主這樣問他 可能也不好的意思 想說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哈哈哈哈 這個設施衛生的這個 小白 想要進到我們這個 櫃圈是不是 哈哈哈哈 什麼 你想要試試看 一年花多少錢是不是 我就讓你體驗看看 什麼叫做櫃圈的人生 好不好 好 然後我就介意事務你帶下去 然後現在開始做一系列檢查 剛剛我做兩個反應 一個是我有遇到 那個煞車的時候 前面會叮叮叮叮叮叮 很尖銳的異音 低速的時候 最容易發生 那剛剛有講 因為這個車重 所以其實前輪的煞車 真的吃得蠻重的 我開起來就有這種感覺 然後第二個就是 有那種曾經有回油 好像轉速掉得很快 很猛 然後我以為要熄火 可是沒有要拉起來 所以我不太清楚 是變速箱的特性還是什麼 所以他等一下說 會這個 用電腦診斷 然後 鞋器門這邊 然後方向機油是鎮的 鋼牌 KTFS-1 對 會幫您補充 然後水箱精全用德國ROWING ROWING B43等級 好的 OK 那就幫您做 好 沒問題 謝謝 哇 這個跟原廠的很像 他就拿出來 先跟我核對要做的項目 那包含他做這個清潔 節氣門清潔 那他其實有做了一個 愛海語刷機 這跟原廠真的很像 那我小時候一瓶50塊 我就好棒 然後這個 他有空調的風箱清洗劑 蒸發器的清洗劑 然後我就都讓他做 好不好 好 我們就是不刪就全部都做 就是什麼 你才有肌肉心吧 喔 對啊 肌肉心 它肌肉心很長 很長耶 對啊 喔 他是把那個 有鏡頭錶濾網也換掉 你看那他媽的mark滿滿的 還不還 好 他那他也跟你講說 他們這次是選用什麼油這樣 5W40的 VOTOR 然後他這個有 公司貨的標籤這樣 這一個是兩公升的 對啊 所以兩公升的要四平八公升 好 他們連油選用都要很注意 來這邊 我這個是還好 你看隔壁那些對不對 一定要用到假油 不然是好了 所以他們都很在意這種 他也跟你特別強調說 他們是有原廠標籤的 好 繼續處理下去了 Oh lord If we go again I just dropped two tabs and I lost my friends Oh lord still drop two tabs I just dropped two tabs 2 drop お了 Oh lord If we go again I just dropped two tabs and I lost my friends Oh lord If we go again I just dropped two tabs and I lost my friends I'm like Oh lord If we go again I just dropped two tabs 它這也 inflation 今天還有一些管子 喔 所以會噴到 它噴到 它大概7點多公升 那你現在卸油 它只有一個卸油孔 它就是一般的油底盒 所以它打開的話全部油流從這邊 就全部下來了 它會蠻大的 它會往這個 那可能會噴到這裡到處都是 所以這裡都會有一些油漬 稍微擋一下 我們會稍微擋一下 讓它直接流到油盆裡面就好 了解 不會讓殼子都噴得到處都是 有時候要洗或是怎樣 會殘留在上面 對 好 D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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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有油欸 應該是變速箱 還有一點油漬 對不對 這裡啊 對啊 應該是變速箱吧 好不要耽誤好做事 那是不是變速箱 這比較像是那個 引擎的後取軸有 喔後取軸 連接的地方 對 先擦掉看剩多大 它現在先把它擦掉了 對啊到時候看它 因為我看上面是沒有啦 就是最底部這邊有而已 你看這螺絲的地方 對 有油漬 因為引擎跟變速箱 在連接的時候是沒有電片的 喔是沒有電片的 所以它可能都會從氣縫跑出來 所以這個我們要 也沒辦法 就算再修可能還是會對不對 就是 那個就是消耗 就是 久了它硬化了 它就會有 可是不是沒有電片嗎 引擎跟變速箱連接的 外圈就沒有電片 對 但是引擎 中間的舉軸那邊 有一個 油封 喔內圈有 油封 喔那很快耶 那個才 現在才三萬公里耶 那還蠻快的 那我們怎麼判斷 它什麼時候應該要去換 還是現在就應該要換了 那還算出行 沒有那種 對啊 如果像漏到 漏油漏得很重的話 那你也必須要換 因為 你沒辦法確保 你就是 你剩下的東西 喔 有些車子是沒有那個 感激器大 對 如果有感激器大還好 可以做預防氣車線 直到說 我現在機有剩多少 可以先 創 喔我懂 漏太快的時候就要換 那個聽起來就很貴 只是 換那個就必須要下來 我知道 有哪一天會壞什麼東西 我覺得也蠻期待的 怎麼聽起來很可怕 對啊 聽起來很嚴重 不會啦 那初期而已 只是我比較意外是三萬就 就漏了 就漏了是有點快 它這個 剛剛頂車的時候啊 要從中控電腦裡面 要按到一個那個 頂車模式 跟之前兵力一樣 氣壓懸吊的 好像基本上都要 不能這一點 不能啦 那電腦錯亂了 因為它這個還有自動的水平調整 它還有一個定位模式 你輪胎如果要進行定位 你要進入那個定位模式 它有定位模式 有頂車模式 對都要先在電腦裡面弄好 你才可以定位 或者是才可以頂車 好所以很多氣壓的 那個要頂都不能隨便頂 哇這前製作業 都已經快整台貼成偽裝車了 哈哈哈哈 要擺好 下面為什麼要墊一個蓋子 因為它這邊是有機油性的話 它拆開來會有很多的機油滲出來 哦所以你想說先用 像說墊一塊布 然後杯子把它油裝起來 因為布可能會不夠洗 它弄了一個蓋子 墊在那個機油性的下面 因為它的機油性是做斜的 所以它拆開的時候會露出來 用一個杯子稍微去墊一下 待會它還用布在下面遮一下 因為它怕機油性一拆起來油 它說會噴蠻多出來 來你的Cartel調好了 雞尾酒嘛 這個雪芯小粉紅 欸跟那個巨哥一樣 你看有很多這個 對啊 他們都要擺得很整齊 工作桌要擺得很整齊 這樣才不會螺絲 柯P就拿一個塑膠盒 螺絲一直往裡面丟 哈哈哈哈 對然後到時候再找 看哪一個 欸差不多就鎖了 哈哈哈哈 重點是可怕的是鎖完 盒子裡面還有螺絲 哈哈哈哈 你看它剛剛啊 是不是把那個超乾機又把它鎖回去 它明明知道它要倒油了 你知道嗎 這是工作規範 你如果一般隨便修理場 蓋子都放旁邊了 一開油哪有 可是這中間裡面 髒東西或什麼 小牆跑進去 其實這是工作規範 你不要覺得他們好像在做 浪費時間的事情 不是喔 這是工作規範就是這樣 很標準 好 這疊凡是沒有持勾也沒有變形 它這個邊緣 那你摸看看 它這個邊緣幾乎 幾乎是平面的 有沒有一般 一般這邊磨到這邊 到這邊卡住了嘛 會凹進去這邊會突出來 這完全平面的 所以這碟盤還很新啊 這碟盤搞不好換過了 對不對 這幾乎是新的碟盤 沒有高低差 對啊 摸起來也沒有那個波浪紋 對啊 超頻的 很當喔 幹 當不起來 他說本來要用延長的啦 這是延長的 結果他說 掛了 連不到 這延長看起來很久了 你看 再來偏它夠嚼的 很厲害 你看它有這樣握把 喔 它這筆電有沒有 工程電腦有沒有 看起來很屌 這很像那個電影裡面有沒有 拿出去可以 弄核彈 那種感覺有沒有 對啊 超屌的 所以它就只好先用通用型的啦 然後剛剛說是不是來電片不夠 他說來電片還夠 所以可能要拿起來清一下 本層 有可能是本層就會很硬 等一下拆起來就知道 不一定 你看這個對象式的粉塵非常重 對 然後我們會把 等於是把來電片拆開 對 第一個檢查 我們把來電片有沒有異常的 邊角的異常磨損 造成會有尖銳的擦身 對 那如果沒有 我們把來電片的表面 嗯 稍微做一個平整化 嗯 然後把卡前所有的粉塵清淡進 嗯嗯 好 OK 第一個沒有刺勾 對我剛剛摸了沒有 旁邊其實還不錯 對啊 有一點點 對有一點點 那不至於那麼大 對 旁邊其實有一點波浪 我這邊 我們剛剛摸那邊對不對 對 這邊摸起來有一點波浪 這裡有一條 哦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條 對 所以有可能看得出來電片的表面有什麼 就是不平整的東西造成它這樣 對有沒有 就很明顯 這片摸起來狀況就沒那麼好 剛剛那片摸起來 對那片摸起來比較平 好 然後到時候哈姆都會清潔除袖 好 像潤滑器這樣 OK 好謝謝 我看到這個螺絲想要什麼你知道嗎 對 以前啊去網路買 人家那種二手的旅圈啊什麼的有沒有 改裝的也好 原廠也好 然後就很開心 這個旅圈是很便宜吧 然後就去繡衣場說 欸幫我換上去 然後繡衣場就會 通常是這樣 打來說欸沒有螺絲啊 因為螺絲 靠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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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北靠北靠北 要來另一邊超大片的 應該來另一邊超大片 比一半的大片 這邊內側比較薄 它已經快到直直線 它如果磨到 把這個線磨斷 或是磨到的時候 它就會倒通 車上去訊號就會知道 欸已經磨到這兩邊 然後來另一邊就要換 對 新的的厚度跟線的距離離比較遠 對 然後這個比較近 那當它磨到這條線的時候 這樣剩兩成三成而已耶 下次保養之前可能就會遇到 有亮那個來另一邊直直燈的故事 那可以先換嗎 可以 蛤 對它其實很薄好不好 我查價錢一定行 好沒關係 我來囉 來囉 刺激囉 刺激囉 我查價錢給你囉 來另一邊多少錢喔 刺激囉 好不好 對象 6活塞 123456 而且Frembo Frembo代工的 不過其實以它這台車的馬力跟那個來說 你看它傳動軸其實算滿細的 它傳動軸其實不粗耶 就這樣 有沒有 對啊這滿細的啊 沒有特別粗啊 本日的大魔王 布蘭柏 馬莎拉莉的 有沒有 配件都有 有沒有 布蘭柏 你猜多少錢 這樣是貴的嗎 對啊當然啦 看它來另一邊有賣一個 一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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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這樣貴還便宜 便宜也很貴 喔 台東 你是不是來講的話 我以為會很貴 我跟你講啦 原廠我不知道啦 但是我據我所知啦 那時候我一個客人 IS250的原廠的報價是6000多塊 所以我也不知道參考基準啦 貴圈是很混亂的 我也不曉得 我也是小白而已好不好 一萬三啦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今天我剛剛有看了 其實他們每做一樣東西都會先跟你報價 先跟你確認 然後你OK它才會做 然後給你看東西 然後你OK 然後它才做 給大家參考 大魔王今天最貴 單子裡面最貴的就是這個 哇搞定耶 我們從11點搞到 兩點半 真的很細心喔 頭到尾細心 我看他們都是邊做邊擦 對 如果螺絲一定要有一個盒子 空間可以擦 對都要收集好 然後下面都電 你看它的操作空間 而且剛剛我們車一出去 就看到 就開始拖地了 對啊 你真的都有規範對不對 對 你是當初你是從原廠出來的 我在原廠 對 所以你看它有這種訓練過的那種SOP 然後整個氣氛啊 環境啊都很舒服 謝謝謝謝 客戶休息室也很舒服 而且你很年輕耶 30 36 超年輕的耶 都在弄這些東西 這個金額我們到時候再跟大家分享啦 這個沒有想像中的這麼可怕 如果這樣子 我今天做這些項目 我假設性 我們不管哪個廠牌啊 不管保時捷法阿利也好不管 在原廠你覺得價錢會是 你說以再次做的項目 對 會翻倍嗎 如果2萬的話 大概多個1萬出左右 所以 不是雙倍喔 不是雙倍 就是還是會有一點落差啦 就是看零件 對啊因為畢竟我們的環境 也沒有原廠的這麼 行政費用就回饋給客人 對不對 你們都只有些高階車種嗎 我們其實比較喜歡做一般的家 蛤真的喔 因為做起來比較沒有壓力 可是你這邊的車都沒有一般的耶 有有有有 這個已經算一般的了 我覺得如果不是很貴的車 來這邊享受這種 人廠擠得福 對啊我覺得真的很舒服 他每一個特工阿 電腦阿 每一個零件阿 工具阿 全部都擺放得很整齊 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佐董再次介紹 我們這個微班汽車VIC這邊 我覺得真的還蠻不錯的 消費者有空 你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謝謝 我剛剛在門口已經被人家抓到了 對已經有人說 剛剛我經過原來門口那是你 好不好 那我們下次在這個還有一年的時間 我會陸續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我在這一邊看有沒有機會 就是捐一根兔子阿 還是 還是掛一個牌子之類的 看有沒有機會 好不好 謝謝VIC 好下次見 拜拜 好啦保養回來了 好啦謝謝微班汽車 VIC 那我們這一次保養的項目會列在旁邊 那我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 保養車檢還室內整理2200 那這次我是故意 就是他有寫的東西我都沒有刪 譬如說雨刷金50塊我就沒有刪 想說好吧就加吧 然後他有清了這個風箱阿 換了冷氣心阿 然後清碟盤阿 還有朋友嘴清潔阿 泄油螺絲墊片更換阿 等等等等 總共花了三萬多塊好不好 那我真的覺得他們這個 比較高級車的這個服務喔 真的差蠻多的齁 對啊 場地也差蠻多的 有檢查到一個地方 它叫做後驅軸油風 有稍微有滲油 那那個可能就要再觀察一下 現在他先幫我把它清乾淨了 等下次保養的時候 再來看到那個 看那個油減少的情形 或者是泄漏的這個狀況 有沒有變大 我只是比較意外的是 開兩萬八千公里就 就剩油了 對我就覺得 幸福來得太突然的感覺 另外我要跟大家分享喔 這個這台車喔 我要不要講我買多少錢 到最後我去結帳買單的價格 再來是兩百八十八萬 我的入手價格 然後再來是我保了一個 以示的全顯包含切到顯 好像九萬多塊吧 到時候項目再加在旁邊 然後加上這一次的 第一次保養的花費 三萬四千多塊 鏘鏘 這一年來我還是會陸續跟大家分享 到底開一台這個車 我中間還會噴什麼錢 然後會不會掉車啊 會不會遇到什麼 比較神奇的狀況 再跟大家分享 那這個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留言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 掰掰 鏘鏘 很多錢 很多錢 很多錢一直噴 一直噴 它那裡有的要專用螺絲 你知道嗎 結果買了四個鋁鏘 結果缺螺絲 比如說像這有幾顆 一二三四五顆 然後去問一顆螺絲多少你知道 兩百五 五顆就多少 一二五零 一二五零 然後四個 四個輪胎 這多少 五千 一二五零乘以四啊 一二五零乘以四 五千 對啊 五千啊 比鋁圈還貴 你知道嗎 不要傻傻的 我看網路人家賣 改裝鋁圈什麼 哇好開心喔 我去買了有沒有 哇四千好便宜喔 買回來 缺螺絲 一顆兩百五就好了 比你要叫全車份的 比你四顆買回來 你現在還要貴 欸好可愛的小隔間喔 蛤 那還是我公司隔一個隔樓 所以睡在上面有沒有 那我幫你用全玻璃的 全玻璃的 實境秀有沒有 全玻璃的 直接實境秀 每天直播二十小時開才 待在外面幹嘛這樣 有沒有 敢不敢 蛤 不敢 如果這樣開 比如說一個月 實境秀 阿呆家裡的實境秀 一個月 一個月三十萬可不可以 三十萬可不可以 太低了 太低了 三十萬太低 來你拍我 給我三十萬我OK 人家這麼好賺欸 你在家裡是能幹嘛 你給他拍三十天 上直播 三十萬這麼好賺 你不要 不用大便 一早尿尿尿尿 大便當然不會拍到 你會進廁所啊 怎麼可能廁所也駕啦 廁所不駕 十五萬 因為廁所不駕啊